HBO本季最后一场比赛 男子组冠军战 在小巨蛋满场观众欢呼声下热血开打 绿色神盾松山高中 出战可围三年 闯进冠军战的能人家伤 松山长人临阵 手杰就抓下10个篮板 主力后卫林立 及替补后卫潘悬仪都有贡献 而一项以三分球见长的能人 上半场岁熄火 直到比赛后段 能人趁等松山多位球员 抵到司犯展开反攻 第四节开打一分多钟 能人前锋陈范博艳 一提双手扣篮 最到只剩五分差 不过松山没有让能人高兴太久 随即又把飞助要了回来 最后这里70比60 收下二连霸 今天我告诉我自己 没有迷心就努力去把教练功夫做好 把这些人拼凑成一个团队 拼凑成一个冠军的球队 那最后我们成功了 这也让我不断去学习 怎么样成为一个教练 我很感谢我的球员让我成长 204公分的林震拿下9分19篮板两足弓 高中最后一场比赛画下完美句点 他在赛后激动的流下男的泪 就是想到高中三年的那个练球的辛苦 就瞬间就哭了 谢谢他在北中 不会打球到现在 给你拿个冠军 就是非常感谢他 去年新人王林立本季卡下得分中任 这场角出全队最高的22分 外甲四助攻五篮板五超杰 下冠军战MVP 接下来升上高赛后 他希望能持续进步放开来大 因为少了学长 国豪然后洪哲 然后我需要扛起这个责任 这是我一个挑战 四强我就是设定一个目标 就是也不要球表现吧 就是能做多少就是多少 然后帮助球队赢球就是最重要 这座冠军杯对松山高中意义重大 这个球季少了明星球员 松山靠着团队防守 更坚持不放弃的精神 不想对许帝都做冠军 完成二连霸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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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